徐树是刘备身边的谋士 他在刘备囤住心也是决定投奔旗下 还为刘备推荐了诸葛亮 在演艺中 徐树以孝子闻名 当时曹操南下俘获徐树母亲 徐树被逼无奈只能向刘备请辞 回家照看老母 徐树还答应刘备 就算自己进了曹营 也不会为曹操贡献一技一策 此后便有了徐树进曹营 一言不发的典故 不过徐树决定离开刘备的真正原因 真是如此吗 或许背后另有引擎 演艺里说 徐树因为母亲落到了曹操手里 徐树是一个出了名的大孝子 于是哭哭啼啼地败别刘备 找自己母亲去了 找到了母亲 母亲却很诧异徐树突然到来 知道原委后 还大声斥责徐树 数落他不该来此 男儿当以家伙为重 不该眷顾自己老母 于是从此 徐树就与母亲相伴 从三国演艺中淡出了 以上就是演艺中的情节 曹操把徐树的母亲带过来 安顿好 这在外人眼里看来就是软禁吧 然后给徐树带信 你母亲在我这里 快来我这里吧 这在外人眼里是威胁吧 曹操会做这种事吗 翻遍三国演艺 似乎从未见曹操使过这种不入流的手段 用这种手段逼着徐树来 徐树来了也不会真心为曹操效力 曹操不傻 不会不懂这其中道理 看看关云长 曹操也没有宁可放在我这里烂死 也不要你出去的做法啊 由着那关羽杀了好几个将领 一路横冲直撞的出去了 曹操是个爱财的人 他非常的爱财 他也很重财 所以感觉曹操不会做这种事 徐树和他老母亲谈话过后 便淡出三国演艺 也没有回刘备那里 按曹操性格 徐树要走 曹操不会强留 徐树大可以带着母亲回到刘备那里去 曹操不是土匪 没那么心狠手辣 但是徐树既没带母亲回去 也没自己跑回去 这真的很技巧 照道理孝子应该听母亲话 他母亲让他为刘皇叔卖命 他就该为刘皇叔去抛头颅洒热血 什么也没发生 这很奇怪的 有人推测 这个故事的版本应该是这样 徐树跟随刘备有阵子后 发现了刘备的真实野心 也看到了刘备的真实能力 为自己的选择而感到后悔 此时曹操已经发现了徐树的才能 很想把他招揽过来 听说徐树的母亲独子在家 无人照顾 曹操就很热心的让人把徐树的母亲接了过来 好好的照顾着 徐树收到了曹操的书信 知道了母亲的近况 聪明的徐树马上记上心来 哭着跑去向刘备哭诉 刘备内心自然不舍得徐树走 徐树一走 刘备就没有参谋了 但是刘备仁义的包装响欲四野 没办法 刘备只得装着大肚 送走了徐树 徐树见到了老母亲 待老母亲说完 徐树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听吧 徐树母亲也没再多言 为曹操出力 徐树必然不肯 曹操也不逼迫他 这也不是能逼迫的事 而徐树也不会再回到刘备身边 看待一切的徐树 选择了陪伴母亲终老 不再过问天下大事 这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